假如全班都是商业天才 你们真的是太破费了 人家隔壁班的绿毛豆 利用假期的时间 替他爸卖羊肉串 挣了一年的学费 再瞅瞅你们 萎靡不振 一点豆芝都没有 寒假都干嘛去了 说话呀 雅楠 你先说 老师 我放假期间 一直都在吃 你承受你承受 除了指导师 就没点其他的事情做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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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你不懂 别人的嘴巴里面有一万个味蕾 而我的嘴巴里面有十万个味蕾 哇哦 好厉害哦 那当然了 所以我利用假期的时间 去各个五星级酒店 帮他们去试菜 试菜 没错 不仅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还可以拿到高额的薪水 天哪 白吃白喝喝一钱 好的 那你利用寒假期间 挣了多少钱呀 一百万 这么 吃吃喝喝就能拿一百万 雅楠 你真不愚是我交出来的好学生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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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有关系 有咕咕咕 嘀嘀咕咕说什么呢你们俩 你们俩也向雅南学学 老师 雅南这个痴我学不了 但是呢 我能睡 就知道睡 你的意思就是整个寒假就在家睡觉呗 不是在家睡 是在别的地方睡 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 我在假期期间参加了一项爆火的综艺节目 叫一睡到底 我知道 比睡觉那个 然后呢 然后我不小心就睡了十天十夜 十天十夜 你这么能睡 对呀 我不仅得到了冠军 还拿到了五十万的奖金 并且还得到了各大床上用品的广告权 那你挣了多少钱啊 广告费一年下来就要几百万啊 低点低点 也就比你强了这么一点点 哇 小夕真不错 一个睡一个睡 你都是天才啊 你还真好意思说人家 你放假期间都在干嘛呀 我在家做生意啊 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啊 把手机借给别人玩游戏 这算什么做生意啊 这不是让别人也帮他打游戏吗 你惊死我了 浮屋正业还说自己做生意 你会做生意吗 不会 不会 但是我误了 之前大街上全是网咖 所以我结合现代生活开了手咖 手咖 是什么 就是手机版的网咖 我店里全是最高配的手机 可以玩所有手游配置最快的无线网 奶茶咖啡全都有 开机就能躺着玩 趴着玩按摩玩 超过高端 想咋玩就能咋玩 没错 因为生意太过火爆 我现在都已经开了28家分店了 牛 那个土豆手开 原来是你开的呀 没错 就是我 你们也太牛了 我们班的学生都是什么商业天才呀